我建议图不只是电子化 要更新版本 有些是要从国外买过来 有些是请我们自己的图 从中共新一波对台军演 谈到低轨卫星的运用 拒退将身份的篮尾陈永康 国防专业直询获得肯定 知名导演王小丽发文 大赞陈永康问题明确 跟其他硬要挤入外交国防 缺步专业的委员 直询品质天差地缘 质疑为何要让民主待遇制度 被这些低端直询虚好 表演低劣的叫骂 甚至胡说八道的影响 同样身为新科委员成员 黄远宇许巧新看法不一 绿委则认为党团要自律 如果是一些新的委员们加入 当然应该多花点时间去强化自己 对于国防外交的专业 要不然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 闹很多的一些笑话 那当然这个部分 还是要由党团自己来自律 因为这个部分都是由各党团来推的 日本的国务院有很多组 比方说这个跟财经相关的组 他们会有相关的勉强会 所谓勉强会就是学习会 那所以尽管他是人民中选出来的 但是随着时间一届一届的累积 他对这一个委员会 他对这一个相关的事务 就会提升他的理解程度 绿委直言不论进入到哪个委员会 都得持续强化专业 才不会辜负选民期待 三地新闻林凯军黄春不洋凯安台北报道